好,這是D270板子 我寫的一個新的Vlog程式,然後上傳到板子之後的結果 那你會看到這個LED的 D0個LED呢,它一閃一閃 那如果呢,我把第一根接角 切上去 那它這個LED就不會再閃 因為它現在處於重置狀態 那我如果再把它切回來 LED呢,就繼續閃 那它是處於Clock運作狀態 那我讓每 這個Clock呢,因為它是50MHz的Clock 所以呢,我的方法是 我用一個計數器去計算這個Clock到底震盪了幾次 那如果 我當它一直震盪,我計數器就一直往上計算 那我會用Clock的第26 就是Counter 那個計算計數器的Counter 讓它的第26個bit 接到LED 那因為26個bit 大約就是每秒閃個一兩下的狀況 所以它就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OK,那這是我們寫的Vlog程式 讓它透過Clock 就是透過震盪器 來做LED閃爍的功能